今天时尚名人会的焦点人物 我们非常荣幸地访问到的是 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的理事长 李日东 李理事长 你好 小米好 理事长 因为您的头衔真的是太多了 除了董事长的头衔之外呢 我们知道您也是 东东餐饮集团的董事长 也包括了我们台湾最高 然后最powerful 最具代表性的台菜餐厅 就是101顶线的副董事长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您 您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是如何从盐田 对您的老家一步步 努力到今天的过程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知道您是试做O型 从小呢 我知道您就有旺盛的企图心 没有 怎么样从日本 然后再回到台湾打拼到今天 我也是从是那个乡下 盐田小时候赛眼 然后一路到现在 创业也满22年了 那一路走来也是 就是刚才讲的 不想输的感觉 然后一路走来到现在 那从以前大名就到日本 那回来创业 对 那到现在 到现在您的自己的船 然后我们看到您的渔获 比如说像乌鱼籽啊 对 都是这么的肥美鲜甜 而且看起来真的 跟别人的很多这些鱼货量都不太相同 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忌讳 让你决定要从事餐饮员 也满幸运的我是住在台湾的南部是最农产 那渔产最多的一个故乡就是台南 那也是老天手市 然后南部的海鲜多嘛 那当初从日本回来的时候 就家里也是从事那个海鲜批发的爸爸的事业 就创业开这种 就是海鲜批发跟真的从事 对消费者的餐饮 其实还是有点距离的 没有错 但是那时候就是一种撒劲 也没想那么多 然后就就想法就做了 应该是台南也是一个海鲜最 应该全台湾最多的地方 然后就这种想法 就家人鼓励这样 就自己创业 然后就到资金 就到资金 你的第一家店呢 第一家店是在台南的那个夏陵路 那时候也蛮好玩的 那时候当初要开这第一家店的时候 名字是取成东东 是用我的名字取的 李日东董事长 对 然后我的 他叫他东哥 对 我叫东东 然后当初是去南部的 比较相信那种算笔画算命的那种 比较算很多名字 都觉得不适合 那当初就 妈妈就想说 你干脆你的名字叫东东 你怎么叫东东 那当初东东这种名字 跟隐线结起的事 它是活泼 然后结隐线 但当初是有点 好像念起来不是很适合 结果也是这样 忙忙转转 就家人鼓励了 然后就投入第一家 就在台南的夏陵路 是 就叫做东东月菜小馆 您从月菜开始的 对没有错 从月菜小馆 到今天台菜的世界都是你们包办 对 我跨足了台菜 广东菜 广东菜 那个就是日本料理 还有韩国料理 意大利料理 其实我的行业 我的餐饮 意大利料理都有 对 我知道了 那个总长 你因为做海鲜嘛 你只要觉得哪一个菜里头 有海鲜的 其实都是可以一样的 对 而且你们的海鲜就非常的 都很新鲜啊 然后我觉得你们的海鲜就是很多 都是属于可以吃到它的原汁原味 当初我去投入到其他另外的餐饮的时候 因为他说餐饮是我的本行 那当初最简单的想法是说 在同一个都市里面 开同一种料理 就消费者之后 他吃也会腻 就然后跳脱出来是各种料理 就让我的顾客 所以从不同价位 不同的一个料理 他可以去选择 总长你好厉害 是从消费者的需求上去 他们都不知道 全部餐厅其实都你的 只是他可能吃的日本料理 意大利菜 韩国料理跟粤菜 台菜 其实通通都under你旗下 没有错 我在台南目前 现在有十几家都是不一样料理的 十几家不一样料理 但这在管理上也很不容易的 因为每一家都还是 做意大利菜的跟做粤菜的 我觉得差别很大 对没有错 这是跨领域 也算是小小的跨领域 我把它分成 就是传统中餐 就台菜跟中餐是一类的 异国料理是一类的 然后叫西餐 火锅一类的 就把它分类去做统一管理 其实也是 就是没有这么的困难 其实很困难 东哥常常都是用这种非常轻松乐观的态度 他都笑笑的 好像迎刃而解 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做餐饮业 其实有很多的人事实地屋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就像我们现在坐的这个位置 是101最高的86楼的顶先餐厅 那顶先餐厅其实对不管是在内地的好朋友 或者是在台湾 大家都知道这里就是地标 然后无论如何你是台菜 就觉得在这个地方 就像是一种朝圣的心情 没有错 现在101我们这家餐厅是目前 算是全世界以中餐来讲 算是高度是最高的一家餐厅 那当初这个名字 会取为顶先餐厅 也是有典故的 我认为它是最高的餐厅 就顶楼的餐厅 楼的顶 然后最顶级的海鲜 所以我们卖的海鲜都是从我们南部上来 就是一些最高级的海鲜食材 做它是最顶级的食材 做最顶楼跟最顶级的 叫顶线嘛 加上101叫顶线101这样 而且你的典故历史也非常的久远 从八西街的第一家 好像是1958年的时候 台南那籃子面 对台南那籃子面我印象里头就是 好像它的器皿啊 而且以前好像都要插国旗什么之类的 没有错 50年来就是我们 我们的专办人就是徐董嘛 是 就是我们周董的岳父 他从以前在华西街这样做 从淡子面结合了高级食材的海鲜 然后加上它是采用世界各国的 像比如说我们盘子是 英国的名牌汇器物 对 还有其他有 以前大家示范都还要来 有德国的这个水晶杯啊 是 还有法国的很名贵的那个器具啊 45年前可以用这么高档的器具 它也是一种餐饮的极致的艺术 极致的艺术 对 所以你们从华西街 台南带里面的顶尖 对 到现在101的顶尖 对 没有这样 你们是为何有这么大的勇气 跟这么大的宏观视野 事实上在101 我们也晓得 要能够拥有一个这么大 将近千平的空间 对 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对 没有错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这个串饭的就是许董 是 跟文周董 我们大家都都是有一种愿景 真的是想把台湾的 我们台湾 道地的台湾的就是台菜料理 是 把它发扬光大 那就是利用我们在地的很多的高级海鲜食材 是 那透过我们的一种就是 传统的一个做法 加上现在是用创新的做法 把它呈现在101 给所有来自 迎合世界各国来他们的口味的一个 一个台菜料理 对 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让很多世界各国的国人 他们都能够来到这里 不但是 因为其实像现在全世界的观光圣体很多 没有错 对 可是来台湾 来台北一定要来101 没有错 可是他们又要到什么地方有代表性的餐 可以来享用 而且是这么高级 而且很奢华的一个地方 对他们而言 其实就像是必经之地 觉得来过的话 就好像来过台北的最高楼的感觉 没有错 所以1014它现在目前是台湾是最高的大楼 还是指标型的大楼 但是我们卖的料理也是要跟着提升到 把台湾最传统的台菜料理 把它升华到 可以把它带到 让来自世界的所有国际贵宾来到我们这边 可以去了解 可以品尝到 台湾的真的道地的海鲜料理是这么的鲜美 谢谢李董 让大家都可以有一个观光最好的一个愿景的地方 让我们也能够代表台湾 不然有的时候你知道 真的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是可以代表台湾的 没有错 没有错 我们现在是把台湾的一些台菜料理 把它发扬光大 李董 你在这么忙碌的行程当中 你知道你大概有几十家的餐厅 而且不光是台湾就是两岸 也都经常要这样子飞来飞去 就非常的忙碌 可是我知道在这么忙碌的行程当中 你非常的孝顺 OK 我真的知道说李董 不管多忙 我简直不敢相信 Amazing 你每天还要帮家人做早餐 而且你家在台南 意思是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台北 你可能等会就要坐高铁回去 然后做早餐给家人吃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觉得你这一语长的 应该是信念吧 应该是一种 因为平常做生意时间蛮少的 都会想利用早上的时间 辛苦自己一下吧 牺牲点时间 那为家人就是补偿一些 就是好像 可是每天呢 您不能讲太多了吧 应该是 除了出国时间 不在台南时间 几乎是天天帮为他们 就为父母亲 你都做什么 我大约都会帮他们做一些 金粒汤 金粒汤 对 金粒汤就是一种 山树山果的一种果汁 天啊 你打野多少人喝啊 我一天早上做的早餐 大概加起来要 连六七个 好 每天 我父母亲跟我岳母 还有那个老婆 然后小朋友 我觉得是我们大家的企业开火耶 可是我觉得你当然也是 興趣啦 应该是興趣 喜欢跟愿意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 每天忙死了 然后早上还要做早餐 真的是 犯疫情 应该是对于 对对对 这些习惯了啦 应该是 信念跟那个 就是愿意去复苏嘛 去做嘛 搞不好也是一种放松喔 欸 其实没有 应该是一种 就是 你刚才讲的信念跟理念 就是想说去 真的是多少去弥补一些 就很少时间陪他们 只要会利用时间去 去 东哥毅力惊人 听不说 还好 他连跑步 他给我看过 他连跑步 他那个都要算那个 跑马的那个计时表 可是你已经是 Cover过这里 这个地方 已经是被他攻占了 没有 是挑战自己的 对 你要不要教大家一下 怎么做的 没有没有没有 现在工作那么忙嘛 其实健康也蛮重要的 其实 我现在要鼓励我的朋友 大家都是尽量 能去多运动 那 运动可以增加 增加你的那种 提升你的免疫力 跟你一些 体力 真的长久 长久下來 在我十几年来 这样的一个经验 除了 运动 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的思绪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然后他可以 运动可以是 真的对 你的 我们人的帮助是很好的 那我现在平均 每天平均是 超过十公里 每天十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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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不得我刚刚一开始都说 他是做O型 他任何事情 他都希望能够做到一个极致 对不对 所以你也担任 挑战自己 挑战自己 您在这么忙碌的工作当中 还愿意热心分享 去担任台湾联锁加盟促进协会的理事长 OK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投入的工作 这是一个责任 就是 台湾联锁业来到现在 是一个刚好是从 开端到中期到现在整个是二十年来 要整个去发扬 要国际化的阶段 是 那我现在阶段的任务 也是成我们前那么多任的理事长 他们努力到现在 我是要结合他们所有付出 我把它再整合一下 把它进化 提升 把我们所有连锁业 把它发扬到 我们的亚太地区跟我们欧美新区去 我知道像85度C 对 甚至是麦当劳 对 他们都是你们的Member 然后你们都是 很多都是好朋友 然后可以互相分享 然后也一起互相资源整合 没有错 我们协会都是从以前 大家都是 没有几个品牌 然后到品牌 加速都不是很多 到现在 是 每个都是成长 然后兼数 到家数都蛮多的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李董事长 东哥在百忙之中 能够接受我的访问 那我们也要再次感谢您 为台湾的餐饮文化 贡献您的心力 谢谢您 不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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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日东 东哥 一位充满斗志 与意志力的CEO 承携过去多年 在台湾在地的菜市发展经验 以追求更极致的料理态度 不断精益求精 精进改造 并且坐落在世界级的高楼 将台湾的饮食文化 发展至世界水准 成了让各国游客来台湾的朝圣之地 李董事长照顾家人的热情 同样的灌注在他对工作的态度上 他也不遗余力的为台湾 联锁加盟事业贡献心力 奠定他们在台湾美食的传奇地位